据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当地时间2月17日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在1月27日的会议上 决定维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意味着短期利率将维持在零附近 美联储将维持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量 根据会议纪要与会者认为 经济运行原位达到委员会的目标 在经济复苏达到目标之前 当前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一些官员也表示 他们不会提前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胀 而是会等待物价指标上升后再采取行动 委员也讨论了如何让公众准备好 接受通胀攀升 美联储在2020年3月的两次不定期会议上 将利率降至接近零 并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以修复金融市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